一般來講乳頭有分泌物 如果它是屬於透明的 或是說像白色 像牙膏狀的 或是說像我們所謂尿尿的淡黃色那種顏色 大概都還好 但如果像皓然出現這種咖啡色或像血的顏色 鮮紅色 對 這個就要注意 鮮紅啊 鮮紅色 對 就跟牛冰血一樣 對 沒錯 那這個就有可能會是 癌症的一個現象 但是大家要注意喔 這個並不是所有的癌症都會乳頭出血 因為通常是要這個腫瘤 它是在離乳液很近的地方 它比較有可能會導致這個 乳頭會有出血的現象 而且也並不是所有的癌症都會出血 那它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我們叫管內乳屠瘤 它 這種瘤它就是它通常都很小 那個瘤可能只有一個米粒的大小而已 一點點而已 然後它會分泌類似像血的顏色的一個分泌物 所以會從乳管那邊 冒出來 所以我們會在那個胸罩裡面的 襯電會看得到 會有血的分泌 但重點就來 一般來講乳管瘤大概百分之十五啦 都是良性的管內乳屠瘤 所以大家不用太緊張 但是乳管瘤是一定得要開刀拿掉的 它不像我們一般的所謂纖維腺瘤 那是一個良性的腫瘤 可能可以觀察就好了 那乳管瘤 可以合併共同 對對對 那乳管瘤因為它有將近 5person到15person的機會 以後可能會變成乳管癌 乳屠癌 沒錯 乳屠癌 乳屠癌 對 它是屬於乳癌的另外一種分類 就算even它是良性的 我們還是建議把它做一個切除 對 以後會不會有復發的可能 當然有這個機會 不過臨床上的經驗我覺得還好 沒有 我現在就是每半年要回診 對對對 就是一隻要回診 要追蹤 因為他們說有的會再長嘛對不對 對對對 當然當然 男生也要自我檢測嗎 男生的乳癌真的很少啦 為什麼 男生的乳癌的機會 大概是女生的百分之一而已 那統計起來大概每一百萬人 才會有一個男性乳癌 真的比例很低啊 非常的低 因為比例低 所以一般男性他不會有自覺 說會想要去檢查乳房 所以一般來講他如果來看我們 通常是蠻嚴重的 通常是二期或三期 就是我以前在那個大學畢業 第一次遇到一個男性乳癌 我那時候想說男性也會有乳癌 因為教科書沒有特別說乳癌的飲食要對誰 所以當我第一次看男性有乳癌 而且最妙的是他七十幾歲了 對 是一個阿公 對 因為我那時候二十幾歲 他那時候是七十幾歲 然後阿公很熱情 然後他也不會覺得他得了乳癌 就在那邊難過 他就會每個進去的醫護人員 他都會跟我們講話聊天 我就說阿公 你怎麼發現你有乳癌 他就說我就是發現我的那個 胸部旁邊他不是乳汁 他就說有點像是 濕疹的那個感覺 他就說反正一直有一個 好像不會好的皮膚的狀況 他就說他把什麼精霉素啊 皮膚有的沒有都擦了 擦完後都還是不好 然後他就覺得很怪 然後開始有點點 就是摸起來開始有點濕 越來越濕 他就去跑去皮膚科看 然後皮膚科醫生看一看就說 你這個好像怪怪的 所以後來才去轉到就是那個乳房外科 才發現他是乳癌這樣子 所以婉萍講的這個是重點 我剛剛一直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男性乳癌會比較 惡性度比較高 原因就是因為男生的乳房 通常不會像女生這麼大嘛 所以當你如果男生有乳癌的話 他因為旁邊的軟組織非常的少 所以這個腫瘤很容易就會侵犯到 皮膚跟頂巴這樣子 因為我曾經都掌握那個東西 那醫生就建議我說豆漿不要喝太多 是不是不能喝太多 我會認為就是說 一般現在最新的研究是說 如果在停經前 適時補充一些優質的蛋 我所謂豆漿或蛋白大豆製品的話 是可以預防停經後得乳癌的 但是你不能 有質的大豆蛋白 對 但是你不能過分的喝 把豆漿當開水喝當然不行 因為那個本身也是一個植物性的荷爾蒙 也會導致你脹奶會不舒服 所以就一天喝一杯 這樣是OK的 你性的乳癌其實已經畏懼癌症第一名 但我們平常要怎麼樣自我檢查 有沒有發現腫壞呢 今天就要教大家怎麼樣自我檢查 檢查 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現在針對乳房的檢查呢 其實不是那麼強調自我檢查 怕你們自我檢查之後 會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就不來看醫生 感覺為什麼良好呢 就自己摸一摸覺得沒有問題 沒有摸到腫壞 我是不是蠻OK的 我不用去找醫生 所以現在乳房的檢查 其實是跟我們子宮頸抹片 有點類似 是定期都要去 一般來講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是沒有乳癌家族時的話 大概就是每一年要去做一次乳房超音波 那如果你是有乳癌家族時的話 大概每半年就要來做一次乳房超音波 檢查的時候 我們先把我們的左手放到我們的 晃腦勺 會用我們的右手 中間三根指腹 同心圓的動作 這樣子 對這樣子 要壓很深嗎 從下 從 就是平滑的往下壓 然後慢慢 這個時候你身上要有塗沐浴乳 比較好觸摸 你要從外側 一直從心圓 然後摸到我們的 靠近乳頭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時候可以順勢去擠壓一下乳頭 那看看乳頭有沒有什麼分泌物 啊 很多門診來看我們的 一些病檢查看 醫生我有摸到腫塊 可是我超音波幫他照到沒有腫塊 這個時候我問他說 你到底怎麼摸的 我都這樣子摸啊 那重點就來了 我們的胸部 其實是一個 不是脂肪 它是一個 蠻dense的一個Tissue 所以當我們這樣子去觸摸去壓的話 一定會摸到這個乳腺的一個實體 所以他摸到以為那個是硬塊 其實都不是硬塊 那加上呢 加上呢 我們東方女生大概90%的女生 都會有纖維囊腫的體質 那纖維囊腫的體質就有兩個特色 一個特色就是說 它在月經來之前的時候 胸部會非常的 有些人會脹痛得很明顯 會脹痛 然後摸起來都會覺得有硬塊 如果你們摸到是一個很平滑 那像一個彈珠在裡面滾來滾去的 那大概這個就很良性 彈珠 那很硬耶 不會不會不會 有點彈性但是它有點圓圓滑滑的 它不會fix 它不會定住的 再來呢 我摸到一顆 如果你摸到的是 這邊有一顆的沒錯 對 這個樣子就是良性的 真的有 來 大家可以taste看看 喔唷 圓圓的 真的是一顆彈珠 真的是一顆彈珠 如果是惡性的什麼感覺 惡性的話摸起來就會比較不規則 而且它會跟皮膚會有點沾黏的現象 它是固定住的 它會跟旁邊去靜論 它會侵犯到旁邊正常的組織 所以說你摸起來就會比較偏 固定住不太會動 喔 對 當然這個只是 這個只是 臨床上我們大概促診 可是照你這樣說的硬塊其實還蠻清楚的喔 摸得到的 但是這個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剛剛強調不強調自我檢查 因為 胸部這麼大一個f罩杯 它的腫瘤可能只有一公分 它脂肪也比較多 量比較多 它可能躺在很深的地方 你根本摸也摸不出來 不好摸 那一般我們統計起來 就是說 你們自己正常 不是 如果你們不是醫療人員 你們大概能夠觸摸出來感覺出來的話 那個腫瘤大概至少要1.5公分 以上 那已經大概接近第二期了 哇 那我們如果說是 我們常常在摸的 醫生的話 那大概 當然這個敏感度比較高一點點 我有一個案例啊 它是長在乳頭的正下方 所以那個位置根本摸也摸不太到 其實真的很難介紹出來 我們比較容易會忽略乳房腫瘤的區塊 大概就是外側圓 乳孕的下方 比較容易摸到的是內側圓 因為我們的內側圓通常是我們乳腺最薄的地方 我們乳腺最厚的地方通常都是在外側 外上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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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坐 請坐 掌聲給你 謝謝 乳房是女性非常重要的性徵 生病了 長癌細胞了 嗯 第一時間 有講很多年快第一時間 我要不要切除它 對 我已有癌細胞 不管它現在目前可能是零期或者是 極初極的 快整個切掉它 切掉乳房是不是必須的動作 這個問題也是 很多女生 自己發現自己有腫瘤的時候 不敢來看醫生的原因 那其實大家要知道現在 乳癌其實相對起來它是一個 非常 跟其他癌症比起來是一個 預後非常好的癌症 如果是第一期的乳癌 一般來講統計起來大概五年內的 存活率大概有95% 所以治癒率很高 對 治癒率很高 所以乳癌不是大家想像的這麼恐怖 那 而且現在因為藥物的進步 現在有標靶然後化療的進步 跟一些治療方式放療 都非常的進步 所以我們現在乳癌都越開越小 以前大概二三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可能知道自己有得乳癌的話 大部分都直接全切 所以說這邊的乳房就全部被切掉 這邊都是平的 然後淋巴也會清掉大概十幾二十顆 所以也會有所謂淋巴水腫的一些後遺症 那因為現在藥物進步的關係 所以我們手術率越開越小 我認為在可能再過幾年 這個藥物的進步可能搞不好 某些特定癌症可能藥物都可以完全把它治癒 不見得要神速 因為現在標靶的藥物非常的進步 甚至可以打標靶的藥物的話 打到這個腫瘤就完全不見了 這一罐的XO醬不簡單 它必須要入住澎湖洗來燈總統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腸上這麼一口的 頂級XO醬 好 掃瞄這個QR扣 貨照上快點購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頂級的XO醬給帶回家 把頂級的東西當中 判斷 在二口調 貨照上快點購